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果我们一直无法自主生产芯片 那就意味着每年都要掏出上万亿资金给美日韩等国 所以 我国必须要着力言发出属于自己芯片 打破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我国很多基础设施以及信息系统 用的都是进口而来的芯片 不但有很多安全隐患 也将面临几数上封锁 我们无法自主进行升级 甚至损坏了也不能自己修复 在这方面因此也吃过不少亏 如果中国能自主构筑 可由自己控制信息系统 不但能确保一些重要信息不被窃取 同时也不用再受西方国家束缚 这对国家信息安全来说尤为重要 这几年 我国芯片研发工作 终于有了起色 国产的龙芯也已经应用在卫星 计算机等军用设备上面 率先保障了军工信息的安全性 但在西方看来 中国这点进步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 韩国更是得意的表示 虽然中国富含旅游人数锐减 但是2017年中国对韩进口额仍然上涨了13.4% 大部分都是芯片 以此可以推断中国芯根本不足为患 在受到嘲讽之后 中国随即宣布两万台龙芯终端已经部署完毕 这证明中国在一些关键的系统方面 已经逐步摆脱对国外芯片的依赖 这个消息让美国大为关火 还把气撒到了韩国身上 认为韩国评测有误 为美国提供了不可靠的情报 韩国轻视了中国芯片生产能力 未来国产芯片崛起 民用方面也将实现全面的更换 到时候美日韩上万亿订单可就没有着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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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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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